五年中班的小朋友带来了这部叫做《顺安十七号的话剧》 那他们非常的用心哦 他们是改编了两本绘本 一本叫做《爷爷一定有办法》 那另外一个是《六年级新鲜事》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努力 在这两株戏剧当中发现他们的很可爱很幽默的地方 五年中班的小朋友改编了这两本绘本 那由郑南老师与林玺老师的共同指导 再加上我们五年中班的表演群 相信这一会一定会给大家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现在我们以热热的掌声欢迎五年中班 欢迎他们 在一个星球里的学校中有一位肥嫩多姿的小男孩 不是又肥又壮而且又重要的男孩 他非常喜欢成婚 因为成婚非常的可爱 又是班上的班长 在学校里发生了一件静人奇妙的事 文章还为什么抢过来 这样一来成婚 那个羊肉鱼的抢中 怎么 你说我是羊肉鱼 你自己才示范的哦 每天是十晚饭 肯定在一旁听到羊肉鱼说的话 因此很生气的正方向写着一张挑战书 今天下午三点在超场上见 谁输了就要放弃成婚 而且永远永远不爱他说话 后来的人就是小狗 什么 你跟我说小狗 谁输了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今天正言讨论 不过要先让成婚同意 也要先让成婚到裁判才行 成婚知道后也说了一句话 那谁赢了就可以唱我交往 好 广告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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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開始了 在戰爭中 楊大鴻使出了 赤虎弓 但是冠兵拥有金鐘帳 把赤虎弓给挡了下来 战争战度开始 冠兵使出了 赤虎弦 下高拳 左高拳 黑皮拉人阻力死啊 死楊大鴻哇哇大笑 最後范冰使出了 赤虎弓 好厉害喔 1 2 3 范冰獲勝 能和我交往 而楊大宏因為輸給飯兵 因此不能和陳婚交往 我們班上就在這樣又熱鬧又歡樂的氣氛下 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